你可能没听说过摩赤木 但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木的成员 摩赤木的昆虫统称风 其中还有一个棵特称椅 风和椅当中有很多真社会性昆虫 给人留下了勤劳合作的印象 但摩赤木里一多半的物种都是寄生风 或者更严格的叫做拟寄生风 区别在于寄生通常不会杀死宿主 甚至不会显著影响宿主健康 但拟寄生一定会程序性地杀死宿主 我们先来认识两粒惊人的寄生风 它们不但能寄生 还能控制宿主的行为 第一类是斜脉积风鼠 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上 专门寄生圆猪科的植猪 圆猪科擅长吃网 它们的网是标准的圆形网 还经常在网上吃出宽大的蕾丝 警示过往的飞鸟不要一头撞坏了猪网 自己就蹲在网中央守住带兔 结果等来了瘟神 斜脉积风会悄悄靠近 在它身上产一两粒卵 幼虫孵化后就紧紧钉在圆猪身上 吸吮它的血淋巴 无法挣脱越长越大 等幼虫准备羽化的时候 圆猪也忽然发了疯 它会拆掉自己辛苦编程的网 然后到处织蕾丝 搭成一个坚固的绞手架 幼虫见它大功告成 就用毒液要了蜘蛛的命 自己在绞手架上化勇节俭 另一个例子是盘荣检风鼠 也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 相比蜘蛛 它们更喜欢肥肥嫩嫩的毛毛虫 就拿粉蝶盘种剪风来说 雌方会在田野中寻找粉蝶的毛虫 然后用锋利的产卵气 遮进它的体腔 产下一二十粒卵 卵孵化后就以毛虫的血淋巴为食 在组织间小心翼翼的活动 绝不伤及重要脏气 被寄生的毛虫还茫然不知 照样大快朵移 而且一直保持幼年形态 无论怎么褪皮 都只会长成更大的毛虫 不会变成蝴蝶 幼虫做好了羽化的准备 就会分泌毒液麻醉毛虫 咬破毛虫的体壁 一股脑钻出来 在毛虫身子下面吐丝结茧 然而毛虫还没有死 昆虫是开管循环 没有血压 体表穿刺只是轻伤 这只毛虫会渐渐醒来 自己吐丝 在盘绒茧风的茧外面再置一个大茧 然后静静趴在这个大茧上面 赶走其他寄生风 直到精疲力竭困恶而死 因为盘绒茧风的主要天敌 就是其他寄生风 难以相信区区一只几毫米大的寄生风 竟如此功于心计 能将宿主玩弄于骨掌之间 这背后真正的剂量 乃是因为他们换养了一批特工病毒 多脱氧和肝酸病毒 就是这些寄生风的鹰犬 他们必须在积风或者减风的输卵管理 才能复制 并随虫卵进入寄生风的宿主体内 他们在蜘蛛或毛虫的体内 虽然不能复制 却能抑制他们的免疫系统 使其无法杀死寄生虫的卵和幼虫 同时还会修改寄生风宿主的内分泌 节肢动物的神经系统非常简单 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执行哪种命令 完全由内分泌调节 这些病毒修改了他们的内分泌 也就修改了他们的行为 如同黑客侵入了一台电脑 多脱氧和肝酸病毒与寄生风 彼此之间如此依赖 乃至永远地融为一体 病毒的基因已经完全并入寄生风的基因组 这些寄风和减风的每个个体 都先天地带有病毒 专精地应对某些猎物 堪称进化史上最奇妙的集体舞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搜索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见